好,我們各位委員還有請這個部長 有請蔣部長 黃委員你好 部長,我想我們最近台大學生刊物台大的意識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裡面有一位韓國交換學生金俊子點出我們沒有看到的韓國 台灣人很喜歡跟韓國比較,很喜歡跟韓國比 某種程度台灣也有一部分人不喜歡韓國,但也有一部分人很喜歡韓國 但是他強調他很羨慕台灣的自由與多元,認為台灣人應該要珍惜自身的優點 但他也表示韓國有競爭力,但是人民並不幸福 南韓的人民犧牲自己被大企業被國家剝削,因此人民並不幸福 如果台灣慢慢的倒向韓國模式的話,肯定不會快樂 所以反而我們慢慢的去思考說,我們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其實根據《商業週刊》報導 韓國38年前推行平均化的教育政策 平均化38年,也就是齊頭式的平等,齊頭式的教育 而實行到現在呢,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向他們取消國中高中統一入學考試 所有學生依照這個學區劃分 透過審查在校成績和推薦就進入學 我想他們目前走的方式跟我們現在十二年國教 某種程度是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卻導致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說他們這個公立的明星中學呢,光環盡失 但助長了失利,失利名校的一個興盛 所以呢,我們也在思考啦 這樣的一個問題未來會不會套在我們台灣的一個身上 我想這個區外是我們必須要去大丟的 是,是,我們其實具體的也都在了解這些 其實各個國家,日本啊,韓國的過去的作為 其實我想他們如果有作為上有造成不利影響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迴避,會避開來的 台灣的這個其實如果剛剛談到平均高中 其實我想公司翻轉的這個問題其實不會發生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其實通過考試的這個管道 還是會錄取一部分的學生 而且他即便是走免試的進來的小孩 我也不認為說就會差很多 其實可能稍微更多元一點 所以我想應該是會避開韓國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希望看到要平等不是齊頭式的 一定要立足點的平衡 所以不管是公立學校、失利學校之間的競爭 或者說我們的12年國家要普及、要精英、要服弱 都要顧到 這個我想應該是比較通盤來做思考 您剛剛講到韓國,其實我也去了韓國 我看到韓國是真的競爭是超過激烈 我常認為說如果很小的小孩就在非常激烈的體系下去做 那他其實很可能會比較早就疲滑了 他也許是衝的很快 可是當你要跑800公尺 我常講600公尺衝到把你的速度都用 把你的能量都用完了 最後200公尺不知道怎麼跑 那人家都追過去 我覺得那是可惜的 所以我想我們要避開這些國家在這些作為上 也不是說我們這一次要做的這個12年國家就是學芬蘭 也不是芬蘭也學不來的 我們實實在在的應該幾個要做的重要的基石 譬如說國中端的整個教學要改變 要活化、要做世紀輔導 這個就是大家不管怎麼樣大家都會支持 高中值都弄好、弄得更好 我想我只是點出問題啦 我們有可能啦 有可能因為基本上他的方向跟他的這個作為 其實某種程度是有點是相似的啦 那我們是擔心啦 如果說台灣未來步入韓國的後塵 要補習、要補習到11點、1點、2點 甚至他們用立法不能夠超過10點 這樣的一個手段去要求學生不能夠去補習 我想這就非常的荒謬啦 但是他們又必須要這樣做 來保障孩子的健康學習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問題點出來啦 比如說當我們現在12年國教即將要上路的同時啦 我們應該更清楚的了解 我們後續可能會衍生的相關的 所謂的副作用也好 相關的不良的反應也好 所以相對的我們要更加的周圓去思考問題 所以我所謂的齊頭式的平等 是我們孩子要的教育嗎 是我們家長能夠釋懷的教育嗎 是能夠讓我們國家有競爭力的教育嗎 我們這個必須要去思考 必須要去思考 所以如果以12年國教韓國過去的經驗 再導向我們今天的主題 教師的評鑑 我想教師評鑑沒有人說不啦 大家都樂見也是一個社會的共識 每個人都需要被適度的監督啦 更何況是這個擔任老師這樣的工作 老師的相關的工作的評鑑要怎麼評 才能夠讓他是一個客觀的 合理的 讓所有老師是得到一個適度的 相對的一個某種程度 是壓力也是助力的一個程度 讓好的老師得到鼓勵 讓不認真的老師 有改進的機會 能夠有警惕 提醒 那真的沒辦法的時候 退場的機制何在 我想這才是我們要的教師評鑑 對 您的陳述我完全同意 大的方向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教師專業成長的一個評鑑 就是說好的老師獲得肯定 那個表現不理想的這些 他其實有一個機會去做改正 去做改善 那如果你多次都評都過的話 很可能就會走到教評會的那個方式上去 不過他不確定我很明確的講 絕對不是要來做淘汰老師最主要的思考 不是為了這個目標 如果有不適任 不適任其實應該更有更積極的作為 不應該用這個每四年評一次的 你不可能用一個四年一評的這種 作業方式來直接處理 我們常態看到的不適任 可是當然也有一些透過這四年一評的作為上 發覺他不適任的情況 那當然那時候就會啟動相關的一些機制 部長我請教 私人的企業 一般每年的 員工的淘汰機制 淘汰率大概多少 就您的認知 A few percent吧 就是幾百分之幾吧 就看 我看也看整個經濟發展的狀況 可是可能會有 也許一兩percent的這樣子 有這麼低嗎 我想這個數字是遠低於我的認知 我再思考 我們過去這十年 我們去思考 不適任老師淘汰的數量 目前有多少 每年大概平均 大概最後加起來 除一除大概五十位 五十位 每一年大概五十位 我們比例大概多少 佔總數的比例多少 佔總數的比例多少 佔總共有二十萬 所以在萬分之 萬分之 所以遠低於 遠低於公司的相關的淘汰率 我想這是 這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 但是我去思考說 台灣有很好的考評制度 但是呢 現階段 九成以上啊 老師是假等 九成是假等啊 認真教書的也是假等 或許怠舵沒有那麼積極 沒有那麼認真的 他也是假等 所以這相較 就變成是不公平了 對認真的不公平 那我想這種會變成是一個文化 在一個團體裡面 如果有一兩個不認真的 慢慢會去影響啊 所謂的劣幣 驅良幣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 這個氛圍是存在的 這一定要避免 這一定要避免 就是說我們 對於成績考核的那個環節 該怎麼去做 當然要持續的去做努力 教師憑藉每四年 做一次的這個作為上 應該是要發揮 他真的是要鼓勵 老師的專業成長 以這個為出發點 來做有所作為 那如果有不適任的話 就走到不適任的那個管道上去 我們也應該有積極的 處理的一個方式 就讓這幾件事情喔 他們各自扮演的 在我們的角色上面 應該是更清楚的來做呈現 這是需要的 部長我想 呃 就相關的條文來看啦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 這個這個決定權 都是在教育部本身啦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現階段是一個三角關係啦 教師團體 家長團體 校長團體 校長團體 基本上他是在整個學校裡面 扮演著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應該是三角是要平衡的關係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 教師評鑑要平 要怎麼樣平的合理客觀 我覺得這三方面都應該要 來邀請 來做相關的理性的討論 來共同來定定之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條文到最後結尾啊 都主管機關定之 教育部定之 所以這有時候會讓人家會產生啊 恐慌啊 尤其針對教師團體而言啊 基本上因為 這是某種程度是有針對性嘛 因為對於老師的評鑑嘛 所以如果能夠讓他多元的參與 積極的發言 適度的溝通 那謀求共識之後 我覺得這才是最好的方案 這是一個長期持續要一直都在做的 也就是說在各個團體之間 應該把這個議題拿出來 其實我們過去已經都在做討論了 我們還會更積極的 在持續的在做 部長另外啦 家長團體跟校長團體 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的他們本身的能力上面是失衡的 我強調失衡就是說 因為他們在本身的一個組織能力啦 或在表達他們的想法的能力上面 其實是非常弱化的 所以我覺得啦 未來如果要正常常態性的去發展 這三方面的角色扮演非常的重要 而主導權呢 教育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槓桿 如何讓這三方面能夠適度去做平衡 角色的扮演是適中的 而不是呢完全 這個家長團體 校長團體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立場 完全沒有表達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最主要在學校裡面 最重要是孩子嘛 孩子的代表是家長嘛 對 那家長都沒有聲音 那校長也沒有聲音 那我覺得這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所以如何去輔導他們 協助他們 我想教育部必須要 要審慎去去處理啦 對 黃耀文謝謝 其實如果你看我們37條 您剛剛講那個精神 都在我們37條裡面特別講了 就是說 是確實由教育部訂定 可是 教育部應該邀請全國性質教師團體 校長團體跟家長團體代表參與 共同來訂定 所以我想我們 原來就在我們的設計的辦法裡面 也就有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你講的我其實完全支持 那有些其實已經 確實就落實在我們今天要通過的教師法 要提出來討論的教師法裡面 是 好我想我也再次呼籲啦 我也認同 之前我們有很多委員提出 由我們本委員會 來正式來召集 召開相關的公聽會 來邀請各界 教師團體 家長團體 校長團體 我們相關的 教育部相關的主管單位 大家共同 來研商 共同來討論 就我們教師法後續 相關修法的條文 能夠更具體的 去做修訂 那我想這才是最好的方案 本席再一次的呼籲 本席肯定支持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是不是可以平行進行 等一下再思考一下 討論一下好了 謝謝